我們看這一組 它問說有關水的電解實驗的敘述 項鍊哪一項是錯誤的 我們看A選項 加入氫氧化鈉可幫助導電 這個對合 我們看B選項 隨著電解它的實驗裝置就這樣子 這裡是一杯水 然後這裡有兩個飾管 然後這裡有碳棒 本來它是裝滿水的 我們用排水機器 這裡接出來 這裡接到電池 這必須是直流電 然後接過來 接過來的話這裡是正極 這裡是戶極 裡面的話 加入少許的氫氧化鈉 然後給它通電 正極的話 它會產生氧 會有氧氣的跑出來 那氧氣慢慢跑出來的話 這個水會不會下降 在上面會有氧 這戶極的話 它會產生氫氣 這個會產生氫H2 然後它有化學是 是這個 2F2 O 變成2F2 加上O2 我們看看 好 那它說A選項 加入氫的話呢 可幫助導電 這個對 這樣看B選項 電解時 納離子 納離子往正極移動 納離子應該要往負極移動 所以這是錯的 這樣看C 正負極產物 皆用排水集氣法 收集這個對 這個都用排水集氣法 這樣看D 所以 收集到的正負極產物 體積比是1比2 正負極的話 正極這是正極 這是負極 正負極的話 產生的那個 體積比的話 這是1比2 因為這產生一摸 這是產生兩摸 所以是1比2沒錯 所以D選項也是對的 那它現在問錯的 鑽壓行李